说起央是出身最知名的主持人来,首先想到的就是萨贝宁了,其风格多变,可谓是老少同吃。 高考时又被送到了北京大学,之后他并没有经历北漂的生活,直接去了中央电视台炒大梁。 萨贝宁的事业可谓是富富高商顺风顺水,现如今的他算得上是中国著名主持人了,如今的萨贝宁不仅事业有成,还娶了个美娇妻。 生活幸福的人人羡慕,大家都知道萨贝宁的妻子是叫李白,是美国利物普出生,曾经还是五周畅想组合成员,而他父亲是千万富豪的企业家,那时的他简直就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,不仅能歌善舞还会弹奏各种乐器,凭借自己的才艺和颜值赚足了人气。 正因为多才多艺的李白吸引住萨贝宁的不仅仅是才气,更多的是他骨子里那不一样的气质和人生的阅历。 如今的萨贝宁,职业更是让人大吃一惊,全球只有六个职位,那就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。 如今萨贝宁已经跟外媳妻子李白仅婚一年多了,两人的感情依旧是如初恋般甜蜜,婚后的萨贝宁也是经常帮忙做家务,是个典型好男人。 对于这个杨媳妇李白,不少网友们都表示李白比张子怡要美得多了,萨贝宁曾与张子怡一起相恋时,不少人都表示非常看好。 无奈张母却认为萨贝宁不配自己的女儿,硬是狠心拆散两人,如今看来萨贝宁没娶张子怡才是最明确的选择。 网友调侃称,难怪萨贝宁不要张子怡。